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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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还跟我干吗 我就自己回来就可以了 没关系 我正好没事 正老 你换完衣服还出去啊 我一会儿就回店里面去吧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先走了 哥 再见 拜拜 好 你… 我走了 我走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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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还没找找呢 那我上来了啊 好 你小心一点啊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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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喂 小灿 你去哪儿啊 我实话跟您说吧 米老鼠的事 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你说什么 真正的米老鼠不是文文刚 是文文刚的同事叫蟑螂 回去再跟您说吧 不许去 听见没有 是你说的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挂了啊 混账 混账 所要有说的 你 乖 你 乖 降续 他放哪儿了呢 干嘛 你想留下你的指纹吗 真正的犯罪高手 绝对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东西 咱们这不是帮助长浪吗 你轻点 我还没找到 这都找完了 你找那个柜子 我找从里面 文章 找到了 这儿呢 我说就一定有问题嘛 先别激动 这个东西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关键是咱们得找到脏物 在这儿留开 有什么蛛丝马迹 好 好枪 啪啪啪 好枪啪啪 好枪啪啪 好吧 咱们儿尽 now 这枪剑演员玩玩一会儿就给你 这枪剑演员玩一会儿 走 走 哥大马 不是说要去你工作室吗 停这干嘛呀 我越想这事越不对啊 什么不对啊 凭什么呀 我得让文刚给我押金请我吃饭 我知道一家私房菜特别好吃 正好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现在什么情况 好 谁 谁 出来 文刚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正好 你跟我说实话 那些女人的内衣 是不是你偷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 莫名其妙的 那这是什么 好 走 跟我去保卫处 把事情说清楚 走 哥我不去 长老 你看 我在微博上都已经写了 你偷几件不值钱的女人内衣 一 不构成刑事犯罪 二 不构成经济犯罪 你到保卫处把事情说清楚 就没事了 听话走 走 我不去 跟我去保卫处 我不去 哥 哥 你就不用管这些事情了 你这样做 你就是在逼我 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是逼你呢 长老 我是为了让你走正路 哥 你这样子 你就是在逼我 别别别 你把它放下 快放下 你快放下 不要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 好好好 长老 你听我说啊 咱们俩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哥对你怎么样 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 对不对 让你听我说 我现在明白了 你面的方法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用米老鼠 因为你是叔叔 对 如果我们急错的话 今天 就是你的生日 都这么大 都没人跟你过过生日了 没事 今天哥哥跟你过生日啊 我去给你 买蛋糕 咱们点蜡烛 不哭 不哭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没事啊 正老 醒了 别哭了 放下 听话 你们要干什么 正老 你把整个放下 快快快 你快放下 别动 一勾板机 你就得进医院 爸 把手放到头上 吧 走 子 小文啊 以后遇到什么事先报警 别吵他 你以为你是谁呀 孤胆英雄啊 你的胆量还远远不够 把手放开 别放开我女儿 放手 爸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你忘了爸爸的外号了 大猎狗 多远的距离 我都能闻到这个人的气味 到 气味 没味儿啊 好好好 好 我等你啊 谢谢 好 来来来 把枪还给你 对不起啊 再不还给他我就崩了你一枪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小雯哪 这回你明白了 什么叫一高人胆大 你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还抢小孩儿玩具 你干什么 你要把他带哪儿去 他现在需要的不是法律的制裁 是心理医生 我当了这么多年保卫处处长 连个小流氓都不能抓了 不是 你别当人面这么说心吧 老爷 老师 老李啊 你怎么来了 我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过来了 这小子给你打电话 老爷 老爷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 聊聊 上哪儿啊 对面茶馆吧 那儿是比较安静 那这小子怎么办 没关系 跑不了他 对 走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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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在这儿等我 我一会儿回来啊 你就不怕我跑了 你要是跑了 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等我 我说老李啊 你像蟑螂这种小流氓 你别得把他抓起来啊 我干保卫工作几十年了 我还不如一个写网络小说的 这是笑话 这是 爸 人家文文刚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我说老李啊 你像蟑螂这种小流氓 你别得把他抓起来啊 你别得把他抓起来啊 我干保卫工作几十年了 我干保卫工作几十年了 是这样 关于蟑螂的事呢 我事先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专家们说 但凡是行为异常的人呢 这心里多多少少 都有些奇幻 你们看啊 蟑螂 他如果是贼 他为什么不偷一些贵重的东西呢 他专门偷女性的内衣 说明什么 说明他小时候肯定受过什么刺激 所以行为在异常 你这不胡说吗 我怎么胡说呢 你不就是胡说吗这是 我保卫处处长干了这么多年了 连什么事犯法我都不知道啊 你懂不懂啊 博士 喂 翁大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说 您看啊 现在社会都进步了 咱们讨论什么问题 都提高到人性的角度 比方说分析案情了 分析人的心理了 学习一些心理学 那是有好处的 你是搞心理学的 你懂心理学吗 我不是搞心理学的 但是我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 所以我想给蟑螂找个心理医生 彻底解决他的心理问题 这小流氓不抓起来还得了啊 那社会不乱了 老燕 我们刚才的演绎是对的 对张狼这种人 我们还是以教育为主 对对对 当然他的做法是不对的 是错误的 虽然偷了几件这个内衣 购不上犯罪 但是他让我们老百姓感到忧虑 感到不安了 如果我们对他不加强教育的话 长此以往 很可能就会走向犯罪的道路上去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 吴吴哥 麻烦你爸个忙 找一个先例医生 先跟张狼好好谈谈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你放心 明天我就去办 老燕同志 您看这样行吗 您是片酒 你说了算 有情绪 我不是有情绪 还心理疾病 那整个臭流氓一个 老燕 话不能这么说 对年轻人 我们还是以教育为第一 好 谢谢李警官 不过我还想麻烦您一个事 我们能不能替张狼保密 他才二十一岁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对对对 还保密 那不是包庇吗 包庇罪犯那是罪加一等啊 这怎么是包庇呢 那 那你要把他的自尊心 彻底给摧毁了 他弄不好 他弄不好破罐子破栓呀 那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老燕 文刚的提议不错 咱们就这么办 先替张狼保密 回去我向所长汇报一下 有什么问题 我们保持随时联系 好不好 好好好 谢谢谢谢 坐着 好 好 好 哥 生日都过完了 我晓得 明天上午九点 去找心理医生吧 妈 我都帮你约好吧 我不去 你去吧 我不去 你去不去 你打我 你打呀 你怎么打都可以 打完我了 就把我送太出手 我栽了 我认 哥 我今天去看了冯小刚的电影 《非诚勿扰》 在电影里面 葛优在北海道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参会 她得到了解脱 后来 我也到涉山的一个小教堂里面去 我特别喜欢那样的气氛 因为在神父的面前 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可是 等我到了教堂的时候 我发现 她已经关门了 我这才知道 电影终归是电影 但我 可是神父救不了你 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你要自己帮助自己 哥 我要飞行 我不会去的 那我让她来找你 不行 我讨厌伊森 那你喜欢谁呀 神父 不是你们说了半天 这这这究竟是个什么事啊 好事啊 您这也是 逞前毕后 治病救人 行善积德 更是功德无量啊 是啊 不是 你具体让我干什么呀 是这样 这个病人呢 他有点怪 一听医生这俩字他迷糊 他只相信神父 打住 让我演戏是吗 对对 这事我来不了 医学是科学 来不得半点虚假 找别人吧 我这还有客人 别别别医生 你帮帮忙吧 就是医生 其实这事没那么复杂 对 就等于是我们请您出诊 把您这心理诊所 挪到我们那个教堂 然后穿上我 我们给您准备那个衣服 但实际上您不是神父 您还是心理医生 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 让您救人 对啊 救人还差不多 等于就是 让我演个戏 对对 现在好像演员演戏不便宜吧 所以啊 让您干一个小时的活 给您两小时钱 您 您答应了 答应了 行 我 试试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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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 这小子 不愿意接受心理咨询 他情愿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去 这是好事啊 爸 你别幸灾乐祸了 其实你这种偏激冷漠 也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的表现 我不健康 你看他说的 什么教堂啊神父啊 这小子要想去巴黎 你还领他到最高的铁塔上去看看去 他想去埃及 你还领他到金字塔呀 这小流氓还让他周游世界啊 我喜欢哪儿啊 我喜欢非洲 在那大草原上 雄狮 羚羊搜搜搜搜搜跑啊 温刚啊 你带我去趟非洲呗 我向你敞开心扉 爸 你呀 我看你就别浪费时间了啊 你就带他到派出所去接受调查吧 叔叔 你只要给我一天的时间 你看行吗 一天时间 一天时间你能搭起个教堂啊 你能请个神父啊 听那小子胡说八道家 没准 我还真能做得到 您愿意来听听吗 行啊 来 来了 慢点啊 没问题 我还不停 革带来 这次带来 要去带来 我带来 有什么话你就跟神父说吧 我走了 叔 我这儿弄得还行吗 好 一晚上没睡 师父 我得宣传宣传 以后再有电视剧指教人工的招呼 时间太藏足了 要不然我们可以弄得更好一些 我说 你还挺会动歪脑筋 还不知道这蟑螂领不领你的情 叔 那个我先撤了啊 上哪儿去 这个369艺术区有个行为艺术秀 哇 你瞎子阿平 你也不瞎呀 我装瞎 你们慢慢折到我先走了啊 去吧去吧去 369是什么地方 跟北京的七九八差不多 玩艺术的地方 我明白了精神病院 你别瞎说 我 我的孩子 我在你的眼睛里 看见了苦难 你想诉说对吗 神父 我不是教友 那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是啊 我也不是很在意 有句话你应该听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四海之内皆兄弟 神父 我觉得 是不是应该是 帅徒之兵莫非王成啊 对呀 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都在地球上生活 都是上帝的孩子 为什么非要是教友呢 还有一句话你应该也听过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 阿们 你这从哪儿找到猫叭神父 这不胡说八道吗 神父罪力 还能说出佛祖来 那我要说阿弥陀佛啊 人家不是神父 专业的心理衣裳 这神父这衣服从哪儿借来的 大马从剧组借的 孩子 我们开始吧 别犹豫了 你这一小时相当于 开始 这些换大家 不 Technologies i Library 这个故事 又 nominated 把王大王到剧续了 不能骂 或者是乩只 pode 张禹不公 caus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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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音乐啊 啊 注意点小鼓掌 这回对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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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 你真的愿意听我说吗 我愿意 我五岁的时候 我父亲出车祸 去世了 突然有一天 我的妈妈 就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 她走的时候 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带走了 我那个时候小了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知道哭 使劲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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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妈妈还是没有回来 后来我才知道 不管我怎么哭 我的妈妈就再也不会回来 所以我恨她 我恨她 所以我恨她 我恨她 是带着石头 把金桶推进来 我把她留下来的衣服 所有都剪碎了 你剪碎妈妈衣服的时候 心里什么感觉 特别解气 那你为什么 砖投小动物救猪寨女人的内衣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猫 我们家一共养了六只 可是她走的时候 一只猫也没有带走 因为那个男人不喜欢猫 就留下我 和那些猫在一起 那些猫骚的味道 让邻居都不敢进我们家 还有猫身上的那些跳蚤 把我的身上弄得一个包一个包的 到现在我身上 还是有那些包的痕迹 你跟那些猫生活了多久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吧 后来我叔叔来了 就把我带走了 你叔叔家应该也不复赢了 嗯 叔叔家一共有四个孩子 他们都是 拉三轮车给人家送货的 选人对你得没有 不好 她说我是白吃饭的 不让我上学 就让我干活 如果我干不好的话她就打我 那你也捡她那衣 捡 她买一套我就捡一套 她不让我吃饱饭 我就不让她有衣服穿 那她就会打你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你把这些都说出来 心里什么感觉 你也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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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的 挺轻松的 神父 你说 我会好吗 我犯下的这些罪过 上帝真的会原谅我吗 我的孩子 你要相信自己 相信上帝 阿们 就这么晚了 完了 这不是骗人吗 这会不到半个小时 就收了一个小时的钱 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浪费啊 不知道节俭 等一下 还有一个环节 这不是一盆普通的水 这是一盆圣水 把你的手放进去 好好洗一洗 这就叫金喷洗手 打今儿个气 这双手 再也不会干那些蠢事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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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剩半个小时吗 我去跟他聊聊 你也需要 心理咨询 不是咨询是聊聊 你去 把那个地位关了 不许偷拍 你带着蟑螂先离开 你要告诉他 光洗手是不够的 你洗洗脑子 去吧 有一个 受ари的 有关的 有关的 然后 甚至 张狼 差不多就行了 好 张狼 快 来 神父 谢谢了啊 那我们就先走了 愿上帝保佑你 阿们 阿们 好 走吧 走走走 这演员不好当哦 怎么又一个 你们这可真够能安排的 来 接着来 来 来 妈呀 我得穿工作服啊 不用 医生 我先声明啊 我不会给你下跪的 年轻的时候我看过一本书 叫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所以我的腿不会软 今天我的倾诉对象不是神父 是医生 那你找对人吧 来吧 坐这儿点 医生啊 医生啊 怎么跟你说呢 我呀 刚退休 我就觉得最近我有点不对劲 总是魂不守舍 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我就怕我的女儿被人骗了感情 哎呀 就怕我的女儿啊 被人家 被人占了便宜 嗯 我是三十五岁有的我的女儿 哎 现在我女儿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哎呦 我这个心呢 就好像被架在火上烧 嗯 我希望我女儿永远是十五六岁 别再长大了 嗯 这也是大多数女性的想法 女性 嗯 哎呀 医生啊 说出来 都不怕你笑话 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抗日战争时期 我带着一队人 和这小鬼子就打起来了 打着打着 我这当当当就中了三枪 我就躺到底下了 哎呦 这个时候 一个日本鬼子的小队长 带着人就把我女儿给抓起来了 是把我急的 我掏出了手枪 冲着她就打 结果这枪口里冒出来的一股水 哎呦 把我急的呀 更可恨的是 那个日本鬼子的小队长 竟然是文文刚 嗯 嗯 你这是某种心理暗示 这小子 把我给气坏了 他还冲着我坏笑 我当时恨不得 掏出最后一颗手榴弹 拉开了钱 和他同归于尽 嗯 但这文文刚是个好爱 你看你之前 怀疑内衣是他偷的 怎么样 不是 这事你也知道 当然了 我们这做心理医生的 得提前做功课呀 他没偷内衣 不等于他不会做别的坏事啊 不是你为什么非要想着他做坏事呢 他做坏事 你有快感是吗 还是说你不敢做的坏事 你都希望他来做替你完成 不 他那不是一般的心理疾病 他是心理变态 你还是找个大医院 找专家好好看一看吧 真的 你给我出来 要不然你就病入管 我不是让你走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 你先出场 不不先同事 你你你你轻点轻点 我手榴弹的 你怎么还没醒呢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 我真的不是战争年代 要是的话 你小子还能活到今天 我早就已经崩了你了 你们这可是计时收费啊 这这还算着时间呢 他道歉 还有十分钟 要不我再跟你聊聊 不用了 谢谢 多少钱 二百五一小时 五百两个小时 能刷烤吗 小灿啊 这蟑螂的事已经告一段落了 我看你和那个温文刚 是不是就不要再见面了 为什么不能见 我觉得他挺好的 他这个人知识挺丰富的 而且懂得也多 从他来说能学到好多东西呢 小灿 爸爸的话你可以不听 妈妈跟你说的话 你是一定要听 慧娘 你不要倒江湖 我又无力下去 回去回去 去不去 去哪 娜娜啊 妈跟你讲哦 对温文刚这种人 你是千万不能有一点点想法 他们家里没钱也就算了 你看看 有蟑螂这么一个流氓朋友 说出去多丢人啊 妈妈是一百个不同意 一千个不同意 我觉得 彩丽阿姨给你说的那个对象 香港的马桶小开 有钱是有钱的嘞 你明天去见见 妈我求你了就饶了我吧 那一个王老五 就已经跟我受的了 我不见 我再也不见了 我先回不了啊 小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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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走啦 妈话还没说完呢 好 奶奶 妈妈是过来的 你心里怎么想的 妈妈知道 对温文刚的 你多多少少 有点意思对不啦 我哪有 对温文刚这个人呢 我也就不平头平重了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你一定要给妈妈 找回来一个 纯金的金贵婿 你说说看 那个文文帮算什么了 算什么 连个镀金的都算不上 冲其量它是个铜 铜现在都涨价的了 冲其量是块废铁